玩具都弄坏了 亮亮 你怎么可以把玩具都弄坏呢 我知道了 你是想买新的玩具 所以故意把这些玩具弄坏的 才不是 亮亮点点 果冻姐姐 奶油狗哥好 你们好啊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 什么东西坏掉了 玩具坏掉了 这些玩具什么都被拆开了 都是亮亮拆的 亮亮 你为什么把玩具都拆开来啊 因为我想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啊 所以就把它拆开来了 哦 原来如此啊 可是你把这些玩具拆开之后 就不能玩了耶 对啊 这些不能玩 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玩啊 我真搞不懂你们男生耶 为什么都这么喜欢拆东西嘛 就是啊 男生都是破坏啊 等等 其实啊 我们男生喜欢拆东西 有很大的原因 都是想要研究清楚哦 研究清楚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 还是男生了解男生 比如说啊 这台车子啊 它是由什么组成的 我们就会想要把它拆开来看一看 找答案哦 哦 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啊 嗯 没错 所以现在呢 我是在找答案 不是在破坏玩具哦 谢谢奶油哥哥 还我一个清白 不客气 亮亮 哦 可是 这些拆坏的玩具就不能玩了 这样很可惜耶 对啊 对啊 哦 点点 你不用紧张 你们只要把拆下来的东西 再装回去 就可以恢复原状啦 而且啊 跟你说 我们可以再破坏 蛤 再破坏 不是不是不是 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哦 是啊 我想伟大的发明家 一定是常常破坏的东西 所以才能发明出很棒的东西哦 这么说好像是真的耶 对啊 亮亮 我再跟你说哦 我们还可以帮车子呢 再改变造型哦 嗯 改变造型 那要怎么改呢 奶油格格你快教我啦 比如说啊 我们可以把这两台车子啊 它们的轮胎对调 造型就变得不一样哦 嗯 对耶 那奶油格格我们快来试试看啦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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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看起来好像很有趣 我也想跟你们一起玩啊 那你帮我看一下 这个对调可以吗 这个啊 这个要怎么换 这好像有点难耶 因为它是卡在里面的 那这个装那个呢 这不一样 这直升机 不然我们来坐直升汽车好了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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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